不下了这么大一个局 没有后手是不可能的 但假如敌暗我明 即使是有心提防 却也无从下手 魏英 嗯 怎么了 此事有意 蓝望鸡顿了顿 疯癫无状 暴力是杀 亲友不辩 似是有失魂之状 失魂 这些人虽然不是好吃好喝的供着 但依照你们蓝家的风格 魏无限见蓝望鸡神色不对 连忙改口 哈哈 说错了 是我们蓝家 二哥哥 你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一时嘴瓢说差了 别在意啊 没有生气 蓝望鸡无奈 那就好 哎 我刚刚说到哪了 魏无限吐了吐舌头 啊对 依着我们蓝家的风格 就算是最不堪的阶下球 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虐待 而且 失魂症不是一日就有的 而是日积月累所致 这些人之前可都神智清晰 不像是失魂的预兆啊 若以药物辅之 或可 蓝望鸡道 东营有一物 名曰是魂 俱载 是魂草美过百年一暑 以花药 花之入药 配以丹沙 至于极阴寒之地十数年 使人辅之 可使人疯癫失智 好斗狂暴 数月后 经脉尽断而亡 魏无限导抽了一口气 蓝湛 这可真是稀奇了 你说巧不巧 我俩去骑山教画司一趟 碰上只半神的王八 现在又遇上百年一熟的什么是魂草 这经历可比画本子里写得还一波三折了 到时候也算是老来谈资 以后拿来逗你 嗯 我们家的小古板们一定是一逗一个准 嗯 那 我去找秦姐过来看看 总比在这站着墙 魏英 蓝忘机突然开口喊她 魏无限回头看她 不必在意他人言论 知道了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蓝忘机无奈勾纯一笑 哪里是怕麻烦 我怕的是哪天连替你收拾麻烦的机会都没有了 二哥哥还有什么吩咐吗 无事 快去快回 好嘞 魏无限眨了眨眼 有回身飞快地在蓝忘机脸上轻着了一下 才笑着走了 温情收起银针 秀眉紧锁 这事是魂草 那可就不好办了 这东西稀罕得很 我从前也只是在盐阳店里有幸看到过一回 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啊 不是吧 连情节你都没辙了 那我这口黑锅不就背定了 呜 我可怜呐 没头没脑的就被人算计得连底都不剩了 魏无限哀嚎道 一边玩去 你家韩光君要是没把你全须全已地摘干净了 我温情跟你姓 温情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懒得去理会坐天坐地的某人 不过说真的 是魂草难得 即使是有齐山那里所有的文献记载 我至多也只有七成把握 蓝忘机拉住魏无限 汉首道 有劳情姑娘 韩光君严重了 我回去再找找有没有别的资料 就先不打扰了 蓝忘机点头算是默认 待温情走后 魏无限突然到 蓝湛 我记得我当时到药炉边上时 似是已经有几个温家修士死了 他们的尸体呢 蓝忘机一正 已经拆人入殓了 我知道 魏无限正色 可是蓝湛 你是不是还瞒了我什么 我 蓝忘机避开魏无限的目光 不敢去看他过于澄澈的眼 蓝湛 看着我 魏无限少见地强硬起来 对上蓝忘机 让他避无可避 就这样静静对峙了片刻 蓝忘机仿佛回到了 前世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就在温竹流和温潮的尸体边 他们二人也曾以这样的状态 各执一方 一瞬间 无边的恐惧和彷徨漫上心头 眉过口鼻 如同刺骨冰凉的咸色海水 争先恐后地灌入胸膛 无情且残忍 忽然觉得很冷 蓝忘机抬手握紧臂尘来掩饰 不受控制颤抖起来的身体 和乱窜的灵力 眼前少年清澈到极点 到目光疏忽陌生的可怕 脑中一片纷乱 似是有无数个声音在嗡嗡作响 淡淡的血色染上流利般炫目地瞳 艳丽的近乎妖艺 蓝战 魏无羡大惊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 竟然会引出蓝忘机的心魔 定是因为自己阴差阳错地 踩到了蓝忘机心中什么 不堪回首的往事 魏无羡此刻简直就想 一巴掌把自己打到地里好好反省 明知道眼前的人遭了多少罪 才换来了如今 他的喜乐无忧 自己却还要这样去逼问他 连忙上前一步 将蓝忘机紧紧抱住 蓝战 对不起 我不该问的 你不愿 就不说 我不逼你 真的 猴尖涌上一缕星田 在雪白的衣襟上 绽开一抹血色 不知刺痛了谁的眼 又灼伤了谁的心 魏无羡即的眼眶都红了 下意识去抓蓝忘机的手 叹他的脉 紊乱的灵力 在不堪负荷的经脉中暴走 造成的大小暗伤不可胜数 魏无羡不敢贸然引导 又怕被人知道 向来高山景行的韩光君曾走火入魔 只能一闭眼 狠下心来贴上蓝忘机淡色的唇 魏田的铁锈魏在尺间弥漫开来 魏无羡 心酸的机遇落泪 那段他不曾参与过的年岁 究竟是怎样的灰暗 他连想都不敢想 那些个没有尽头的等待的日日夜夜 究竟是什么 支撑着蓝忘机 即使是重来一世 也要飞蛾扑火帮护他周全 青涩的少年没有任何的技巧 全凭本能 轻微痛意一点点换回了蓝忘机 所剩无几的理智 双眸渐渐有了焦点 血色褪去后的眸子 不复从前的清明 如同江南烟雨 蒙着层薄薄的水雾 没什么不可说的 蓝忘机轻轻拉开两人的距离 深吸一口气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如你所见 我倒心有损 且无法问灵 无仿问灵 想也知道这和他魏无羡脱不了干系 轻飘飘的一句话 蓝忘机说得淡然 但听在魏无羡耳朵里 却越发的不是滋味 姑苏蓝氏的问灵 是从不外传的独门绝技 不仅是一项技艺 更是身份的象征 蓝忘机是蓝氏的嫡系子弟 自是从小研习 前后两辈子 加起来三十余年的辛勤练习 一朝散尽 而他这个罪魁祸首 还在这淋漓的伤口上撒盐 魏无羡越想越觉得自己 真不是个东西 蓝湛啊 魏无羡吸了吸鼻子 忍住喉尖的尖色 你不嫌弃 蓝忘机知道修行之人最重道心 一旦道心有损 轻则修为 不得寸进 重则走火入魔 暴体而亡 且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会遭到仙门中人的排挤耻笑 至于问灵 需要弹奏之人心静平和无尘 才可以与各类魂体交流 而不堕魔道 从前的他 心如止水 自然是精于此道 而今 心中杂念最多的人 竟也算得上他一个 他承认 他害怕了 害怕魏英 嫌弃他心那成垢 却不得解脱 即使他明白 魏英不是这样的人 但他还是怕 怕好不容易得来得顺遂 化作净花水月 凡事云烟 如果可以 他甚至希望就这样 蛮世上所有人一辈子 蓝忘记厌恶这样自私虚伪 杂念丛生的自己 更厌恶这个畏守畏尾 患得患失的自己 但他还是不敢坦白 不敢赌上一切放手一搏 在这点上 他甚至不忍一个 走投无路的赌徒 来得干脆利落 你都不嫌弃我 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你 魏无羡 收紧了抱着蓝忘记的手臂 把脑袋埋在他的颈窝 清冷的檀香 和着淡淡的体温涌入肺腑 二哥哥 你什么都好 就是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你能不能多信我一点 也多信自己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